上一期视频我们讲到了中华大地上的龙脉秦岭 秦岭隔绝了两大天府平原 一边是关中平原 一边是汉中平原 无论是哪一边都是历史悠久的 都有说不完的故事 然而因为秦岭的祖阁 想要从南到北或者从北到南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经过了千年以来人们的不断探索 陆陆续续的在秦岭深处 开凿出了一条条古道 这每一条古道 时至今日都留下了精彩的历史和传说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琪子 我们最近这几天就一直在秦岭里边南北穿梭 在这一段时间里 不仅参观游览到了这个秦岭里边优美的环境 而且还看到了秦岭里边道路的不易 今天呢 就想跟大家来聊一聊 从古至今穿越秦岭的秦岭古道 在秦岭的众多古道当中 比较大 比较有名气的 就有七条 今天呢 咱们就从东到西 来说一说这七条古道 首先我们要说的就是最东边的五关道 五关大家一定不会陌生 它是关中的南大门 战国时的秦楚咽喉 这条路斜跨秦岭 沟通了关中和南洋盆地 这其中蓝田 商洛 丹凤 商南 各个都历史悠久 可寻的古迹也很多 刘邦也是从这儿植入关中 如果大家想追寻秦楚之间的故事 那这儿就是不二之选 从这儿往西 就是御古道 御古道的名气 虽然不如其他几条路的名气大 但是这儿风景绝佳 从西安到安康的巡扬 这一路 中南山的风光 一览无余 榨水线 就是这条古道上的重要驿站 河谷纵横 有一种室外桃源的感觉 再往西 就是大名鼎鼎的紫武道 紫武的意思 我们之前也说过 它就是正南正北 西安的正南方 就是紫武道 从汉中出发 经石泉 宁闪 直达西安 这条路 是穿越秦岭最近的一条路 但同时呢 它也是非常艰险的一条路 紫武道 大体就是如今 二二零国道的路线 在紫武道 最出名的 就是魏延的紫武骨齐谋 如果大家想探究魏延这个策略 到底可不可行 那紫武道 绝对是不容错过的 再往西 就是唐洛道 也叫洛古道 从阳县到周治 开辟于东汉末年 因为北边出口 是洛玉口而得名 这是秦令七道中 唐代人走的比较多的一段 在安史之乱以后 唐玄宗之后的不少唐帝君臣 只要关中有事 往四川 汉中跑 都走的是洛古道 再往西 就是著名的包邪道 包邪道 古代 就是穿越秦岭的山间大道 包邪道 南起 包谷口 北至 邪谷口 沿包邪两条河谷穿行 所以得名包邪 全程249公里 这条路 就是秦桧文王 派大将司马错 法蜀的通道 也就是说 在几千年之前 这条路 就可以走 资重战马 再往西 就是陈仓道 也叫顾道 这条路 就是从汉中 缅县的古阳平关 一路向北 直达古陈仓 也就是如今的宝季 经过奉献 经过大散关 这也是韩信 明修战道 暗渡陈仓 所走的通道 同时 也是三国时期 诸葛亮和司马懿 争夺的焦点之一 再往西 最后一条道 就是祁山道 在这儿 地形地貌 都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秦岭的西路 出现了大面积的黄土园 但与此同时 这条路 也是最好走的一条 从天水 到掠阳 几乎都在甘肃境内 这条路 也是诸葛亮 北伐曹魏 最喜欢走的一条路 因为从这儿走 可以步步为营 粮草 资种 都能供应得上 穿越秦岭的 这七条古道 每一条都历史悠久 虽然它们都在秦岭之中 但每一条的自然风光 都是与众不同的 也值得我们一一探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